台北高中行政法院 台北高中行政法院 針對台北高中行政法院 這一個違反法院本身慣例 以及論理錯誤的裁定 我們會盡力提出抗告 表示不服 這邊也特別感謝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今天駁回了韓國瑜 停止罷免的申請 維護憲法所賦予人民行使的罷免權 在此刻起 55萬聯組人都是這場罷免投票的動員者 也號召所有的親朋好友 在我們的D-Day 6月6日回到高雄 一起來民主還原 投下這一張高雄人限定 中華民國憲法 109年來 首張的市長大門票 好 對針對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這一個 违反法院本身惯例 以及论理错误的裁定 我们会尽速提出抗告 表示不服 我们认为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驳回理由是不正确的 在过往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处理停止执行的案件当中 从来没有用 宿院会是不是已经拒绝 或是有没有故意延宕 来作为驳回停止执行申请的基础 事实上在昨天开庭的时候 中选会甚至有说溜嘴 他们说目前本案还在中选会自我审查当中 换言之中选会有没有恶意的延误本案的时程 导致宿院会到还没有收到停止执行申请的情形 我想可能都要打一个问号 事实上在驳回申请的理由当中有一点就是说 提出停止执行申请到目前为止仅有一周 所以南卫有故意延宕 实际上到昨天开庭为止已经有10天到今天是11天 不是单纯只有一周的情形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到目前为止 宿院机关是没有针对情形做处理的 好那么用这个理由来驳回申请呢 不但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过往的惯例不符 好那么也与法律规范的精神不同 好因为本案本来就是在有客观急迫的状况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说呢 本案没有客观的急迫性 但是今日下午呢 中选会就即将针对第二阶段联署查核的结果呢 做出判断并且即将呢 如果宣告理论上会宣告第二阶段完成 也就要进入罢免投票的阶段 在20到60日之内就要举行罢免投票 所以本案客观上的确有急迫性存在 所以针对呢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这一个 好违反法院本身惯例 好以及呢论理错误的裁定 好我们会尽速提出抗告表示不符 那也希望最高行政法院能够废弃 好这个不正确的裁定 然后拨乱反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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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